蔡吉成写了一个追溯新加坡济阳堂 蔡虎王爷堂的乡火来源 告诉我们的是大根岛上的一个人蔡奇 在1920年就把蔡虎王爷乡火带到了新加坡 然后在1920年他在新加坡建了一个 蔡虎王爷的济阳堂 那么由此就几经这个变迁 最终了他们在1991年加入了大兵里联合工 大兵里联合工 一字台开的这些神坛 那么中间的神坛数过来的 第三个左边第三个就是济阳堂 蔡虎王爷 那么由以上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 蔡虎王爷的信仰的建构是跟血缘正统相关 那么他的南传又是跟海外的移民传统 跟这个以及血缘正统有关的主王的信仰 是相密切有关的 至于他的建构跟传承的这样所凭借的一次手段 那么这是今天大兵里联合工的机桶 去看一个寺庙的问题 那么陈教授的这篇文章是比较伟观的 是通过田野调查非常细的去做一些分析跟研究 大会的安排是两篇论文宣读之后会有评论人做报告 那现在我们就请王建宏教授为这两篇文章做评论 王教授请 昨天的主持人 昨天的各位学姐同学人 大家下午好 我非常荣幸地介绍这个任务 是也给我一个机会 拜读了关于两篇明天信仰的文章 我先说第一篇 国内阅读这个阅读感受法 那么国庆王教授的三平四文化解读 连天信仰是人的需要 信仰是文化活动 是人的活动 是人的需要 在福建漳州下面有几个县 那么其中东山县信仰官邸 然后龙海县信仰宝山大地 平河县 信仰三平祖师公 这是当地人认为说 三平祖师公的签很零 非常零 就是关于这个话题 以前我做过一次调研 然后我是 现在这个文字资料 有三平祖师公传奇 还有三平祖师庙故事集 这两本小册子 然后做调研的时候 我就问了很多人 问了很多信仲 其实有一个是我的同事 他的父亲 他很有代表性 那么他是荣萧县人 他的父亲是荣萧县人 他的父亲每年都要走入荣萧县的大的一个团队 在每年的三月八号左右 三月份左右 他有一个大经销活动 他就拜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是 我当时我就不了解 我是拜这个 你觉得有什么感觉 他说很灵验 我说为什么灵验 他就告诉我说 那年最好他起靶了 他说他的父亲的三平祖 下午击购完以后 经销完以后 捐食 捐 不食以后 然后呢 说父亲在门口看下一条巾 闪闪发挂了小金蛇 因为蛇是三平祖的灵物 当年是三平祖师公 就是由俯虎降魔 有这样的功力 有这样的功德和修行 才可以奉为祖师公 然后呢 作为蛇是那个地方的信物 那个地方 他一供奉蛇 那个蛇不咬人 实际上某一个传说 然后呢 回来以后呢 半年 他七八月定会出去干物 他跟我讲 他很信任这个东西 所以说三平祖师公的信仰 在这儿是很流行的 是很流行的 就是它属于明先信仰 那么胡老师在这篇文章里头 他讲到了这个 禅的南北宗师公 南川佛教 南川禅 南川的发展过程中 那么三平祖师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是一个典型代表 我想呢 是三平祖师公 胡老师在这篇文章里 写得很清楚 说他是既入士又出士 在出入之间 那么官府也很重视 历界官府也很重视 那么其中 我们在有无限可靠的界障 里头有两个官员 他对这个四的这个建设 发愿建设 做出很多贡献 那么那就说明 这个信仰 它跟政治是结合的 地方治理和地方教法 是结合的 那么大大增强了 这个这种信仰 它的传播和它的有效性 和信力度 那么佛教是正规宗教 那么我们从佛老师的文章里 也可以看到是这个宗教在张州 本地的传播过程中 在地化的过程 风俗化的过程和眉间化的过程 所以说 郭老师总结为 它的文化特质是平民化 平民化 然后区域化 区域化 我拜读了 我拜读了 那么说不到 郭老师您多指振 你问我是同事 会请你再慢慢跟我叫 这是郭老师的文章 那么 九七修的文章是 在乎 王爷信仰 约约考 它的这个文章的 节眼在约约考 写的是 在闽南 有一个王爷信仰 王爷信仰是闽南社会 比较普遍的流行的一种信仰 我读他的文章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在北方 我是北方人 我在北方生活了20多年 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 那么我又查了一些 关于这个什么 王爷信仰的资料 王爷信仰 很多是说是 还有好几种这个说法 有些是 有些就在文章里头 前面说了 几种这个 这个 起源说 一个也说 对程公说 不通接待 一个也说 还装头说 区域说等等 等等 还有瘟疫说等等 那么其实 他每一种说 我想他是一种功能的 是关于这种信仰的 功能的一种说 那么在北方 王爷 就是 我觉得这个人 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小团企 几十个人 或者几十户人 他就可以拜一个东西 可以拜一个东西 不用这样 也不用去拜 做一个偶尚的门 不用 不用 他在家里就可以拜 家里可以拜 一时很简单 一时很简单 这是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 生活环节 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环节 也是一种文化需要 也是一种文化需要 那么 有些兄的这篇文章 他是 主要 我给大家交流过 主要得理于他的 这个才艺调查 我解析了以后 然后 这是对于 这个赛福信仰的 这个人的原型 赛攀龙 做了一个试骑考 就这个人 由于军功 功勋卓著 然后呢 被封官 后来呢 是遭残河 然后做过总兵 做过总兵 有在世的时候呢 威名大政 威名大政 然后呢 也是族里头的名人 我们从九七兄的这个文章里头 他的这个世系的这个来看 就是到17世和21世的20世的时候呢 由于赛法庸的原因 所以祖上也被封了号 也被封了号 所以这样的人 能够光耀蒙尾 能够光耀蒙尾 所以说 在他去世后 后来那么在 嘉庆年纪 我们上次说了 是有基督教的形式 有神域的形式 那么来造了一个神 这也是民间信仰造神的 一个典型代表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就是九七兄后呢 又找他说是 那么他的这个 蔡主王爷信仰 主要是考上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基督下宗 一个是 这个 这个铜鞍的 铜鞍的 铜鞍的 鞠鞭菜市 还有那个金萌的 九年菜市 三大菜市 由于 蔡主王爷信仰 由于蔡主王爷信仰 故土的信仰 所以说 这三个地方的蔡主 最后有一个文化人同 有一个文化人同 那么最后一部分写的是 什么呢 由于 蔡主后裔的外迁 和东南亚和香港 那么蔡主王爷信仰 那么逐渐 一切移到了外地 到东南亚地区 或者说西欧 日本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所以说 前面前是说过 说 血缘 血缘是真的 文化关系 依附在血缘关系的上 文化和血缘是相互一复的 是相互一复的 所以说这个文化 信仰是人的活动 人到哪里 信仰就会到哪里 就会到哪里 九师兄的这篇文章 就是对钱先生的 这一个论点的主讲 谢谢 谢谢 王主任 王主任是北方人 他讲话特别快 快人快语 我们南方人呢 闽南人广东 讲话比较慢 那讲话快呢 有一个诱点 就是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所有的论点都阐述 都表达完了 所以铃声还没有响 黄教授就把所有的论点讲完了 非常的淋漓精致 这样也好 这样等下我们有更多时间 或许可以公开讨论 现在我们请下一位 这个主讲的人 这个课题呢 也是关于明天信仰的 我们请叶涛教授 很抱歉 这个PPT没 该道不能读 所以这个 我只好就这么空口讲了 反正论文已经印在论文集上了 呃 米南文化 大家都关注的是 往南海走 这个从福建 这个 呃 它的这个 大阪营 一直往整个华南海 那么 那么 所有米南文化代表 比如说语言啊 呃 比如说这个这个 这个沙漠的这种 航海 围维维维维维线索的这种 经济贸演等等 等等吧 大家都非常关注了 试下当然信仰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这本做一个副标题 是谈这个敏南文化北上问题 北上敏南化在北方行动 除了敏南人之间自己说 那么随着以天后为代表的这个信仰的北上 我认为它确实存在了一个敏南文化北上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儿呢 由于我本人曾经在山东 在几天的山东大学学习和工作过28年 所以在我的民间信仰研究当中 也对山东地区的天后信仰做过一些调查 这篇文章呢 就是在当时的天液调查的基础上 也结合近几年来 他们有一些做历史的 山东地区天后信仰 做过一些史料的梳理 在我的文章当中呢 都做了一点这个介绍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个介绍性的 到底在马祖像 在山东到底是什么状况 因为山东大家都知道 在北方的山东半岛 它的海岸线非常长 整个山东的海岸线是在占中国大陆的六分之一 就是通知它的岛屿也非常多 从县村状况来看 从史料和现有的地方之资料来看 大概山东省 现有的天后宫 将近50座 现在查到了有48座 其中我个人跑到过不到20座 那么这个从历史来看 最早曾经有资料 包括他们自己 宫廟讲 长岛的 就是廖岛群岛 长山列岛的 有个天后宫叫写心宫 他自己曾经说是宋来的 说的非常颜值糟糟的宋来 回宫年间如何如何 后来经过考证来看 看来是不对的 而且他应该很晚到了明代的天气年间了 现在在史料上能查到的很确切的 应该说是在元代 已经在山东有非常明显的 而且时间比较确切的 有七座天后宫 到了明代 天后宫从史料上来讲 有六座明代建的天后宫 元代和明代都是在山东的沿海地区 就这些天后宫是出现 全在沿海地区 而到了清代 现在史料上记载的 有六座天后宫是明显的开始到了内陆了 而且是在运河影线 这是在史料上能够查到的 元明清的记载 而现在实际上还有 我说我们在山东现有的典籍资料能记住的48座 有一些就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 或者也可能是后来 或者是原来也没有记载的了 所以从这个状况来看 山东的天后宫 我是讲就是以天后宫而命名的 不是在其他庙里面 比如龙王庙有的 他可能放个海神娘娘 这种情况也有 就没法统计了 因为在山东来讲 海神还是以龙王为主 当然天后宫规模很大 比如说昌岛的天后宫 比如说烟台啊 秦岛啊 这天后宫规模都是很大的 但是要对土地的土地的程度 当然还是这个龙王 他的在整个沿海地区 在渔民的这种信仰体系里面 他的作用还是更大的 而天后主要是出现在重要的港口 和那些后来开步的 你像延台 清脑这都是烧啊 一些什么 所以这大概是现有了一个 山东的整体状况 那么伴随着天后宫的出现 对于天后的很多灵影传说 我们也做过一些搜集 这个传说当然既有天后信仰的一些通行的 海上救难啊 宋灯啊 包括比如说马祖接炸弹 这种在海上两个人都有的 在山东也有 刚才接的炸弹是国民党的炸弹 这个诸如此类的 就是这种灵影传说都有 同时这些传说呢 也和当地的民间传说又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在北方在山东有些仙姑传说 它都结合在一起 有的这个仙姑可能就是马祖 也都做过一些搜集 那么在这个山东的马祖传 马祖天后信仰当中呢 它一般的是不会用马祖这个称呼 这个称呼在山东是没有的 都是用天后 用海神 海神娘娘 当然还有各有特色 比如说在山东的维海那一块 它把这个渔船的龟航 就是打一回来称作是龟山 就是山 就是泰山的山 那么它把这个海神娘娘 把天后就称作是龟山娘娘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是我说是一个大陆文化 像海洋文化 生透了一个结果 它回来是龟山了 等等吧 诸如此类的 那么在街后信仰当中 有一系列的祭祀仪式 当然这些仪式呢 相比龙王来讲 不如龙王那么普遍了 而世界上龙王当然是 既是和海神 和海洋有关 也和内陆的这种 它由于它对于雨水的这种 这个掌控 在整个山东 不过山东的北方的话 龙王的信仰就和这个 求雨祭祀更密切结合 而这个天后信仰呢 也最主要的 还是普遍的是和 渔月圣坛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春节的祭海 比如说相关的庙会 和节日当中祭祀 还包括就是渔月生产当中的祭祀 我在文章当中呢 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 融成谷雨的祭祀 谷雨这在北方 往往是这个 开始打鱼的这个季节 谷雨之后就开始这个 这个渔月生产了 所以谷雨祭祀是 大二十四节气里面 谷雨是这个渔月生产 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直到今天 在山东半岛 谷雨祭祀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这个 这个天后的这个祭祀呢 在山东实际上是由 从南向北随着渔训的这种开始 有个时间的差别 从南到北有 有不同的日期 这个祭祀祀 我就不太多讲了 那么在山东实际上 海神我刚才讲到 天后是很重要的 同时呢 还有龙王 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仙姑 这在我们的这个传说搜集里面 非常有意思 就是有很多是这种 很近似于这个林某娘这样的一些传说 但是她的觉得不和马祖 不和马祖的结合 她有着自己的当地的 某一个这个姑娘如何如何 最后成了仙姑 也是救难 等等等等 那也被当作这种 海神来放肆的 当然实际上在山东 还有很有特色 就是把秦始皇和汉武帝 也都当过海神 现在就知道 秦始皇汉武帝 这个 他这个球查球布朗 都跑到了山东 跑到了这山东漫道 所以在域民里面 也把他们当作海神来祭祀 还有就是把一些海中的动物 比如鲸鱼 比如海边等等 一些海中的动物 也当作海神 这些呢 在渔民的祭祀活动当中 都出现了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就是原明清 最早是原代 在山东有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 这个有些活动 明代也是有 这是在原海 而到了清代 我们现在能查到的 有确切的 这早年代的天后宫 都跑到了 这个山东的 这个西部 这个西部的哪儿呢 就是山东 运河一代 人的运河 来出现的 这些呢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在随着明代之后 海运 改为曹运 运河 出现之后呢 这个 在运河沿岸开始出现了 天后宫 这个因为很有意思 在新代的六座天后宫 全是在运河沿岸的 包括现在刚刚恢复 山东南部早上 它在恢复古城的时候 因为史料记载它也有 它也把天后宫重新建造了 那么 那么现在来看 山东马祖西洋人 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就是马祖西洋 在山东这个地区的川坡 是伴随着东部沿海的海洋运输 和西部 山东西部的大运河 陶运的兴衰而发展 这个我们从水量往来看 是这样的 这是大概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可以说这个海洋运输 大概是马祖西洋 北上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我们说凤代说 找不到确切记载 结果元代 元代因为很重视沿海的海运 所以在山东 元代出现天后宫的这种建造 是和元代重视海运 密切相关的 那么它有另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大概就是 和福建商人 密商在北方的海运 和大运河的运输掌中 它起的作用 也和马祖北上 和马祖西洋的北上有关系 比如说烟台的 现在影响最大的福建会馆 就是二十世纪初 1909年建的福建会馆 今天的烟台是博物馆 它也称作是天后行宫 完全是由福建商人来建 而且它的所有的运 它的建筑材料都是从福建运过去的 当中很出现过海难 然后如何如何又又又又又又 再次运材料等等 就是说福建商人 在这个把这个天后行 在北朝的过程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的 当然我这只是相当的煽动 实际上在北方 包括环渤海都有天后信仰 包括北京 北京比如刚才讲到富安康 AAF sin exists 它在这边和福康illa 里面的也有自己个家庙 就是天后公围 所以这里话 闽南文化北上 可以说是以天后为代表 来把闽南文化的影响 到了北方 合流 好 我去讲了些 谢谢大家 刘雨昕 谢谢叶教授 我觉得叶教授这篇论文Fjos 中原文化难移,教化南蛮之地。 所谓南蛮文化也有北上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深厚的文化影响。 现在我们请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论文宣读者,黎洪李教授。 黎洪李教授有一位学生跟他做翻译。真正的运作状况,我就交给李教授跟他的同学。 请,李教授。 李教授。 进行文化。 法國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可以提供更強化的 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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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論文主要是 它到那個 瑞南的 新安省的天后宮 我們瑞南現在 全國目前有 大概50座的天后宮 但是瑞南民間習慣 證為是 阿伯廟或是天后宮 我的論文主要就是 談到那個 福縣新安成了 華僑的天后宮 所以我們主要注重這個問題 然後現在我們先介紹 福縣那邊的歷史 有些人在北韓 出利er香港 中國 日本人在八十多個八十多個 就是對中國 列治基斯坦尼日 八十多個局法國人就在福縣市 然後他們在新安省南邊 到南中北人民一起生活 或是建設城福縣 福縣這個地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开始建筑 然后是16世纪 再一次大中秀 然后是到现在是1992年12月2日 是得到我们越南政府的认证 这个是国家级的建筑文化遗址 现在我介绍大家是天后宫的建筑 我们看这个是三关门 我们刚进来之后就会有这个门 这个建筑是结合越南跟中国的建筑 然后接下来进来的 第二个就我们外面进去的话 第一的是我们是那个三关门 然后是第二个这个是三关门 然后第二的就是我们会经过那个天上亭 天上亭地这边就会有一座那个石台 然后进来的是那个神台 这个神台这个是第一个神台 我们会看到这个八宝和其他的 你们看 然后第二个神台就是有那个千里 神像还有那个顺风神像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是因为是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没有找到那个云之间照过的那个照片 所以没办法介绍大家不好意思 这第三个神台就是第三个神台会有那个马主像 然后就是我们会看到两边的两个小小的这个就是县里 然后就是那个马主旁边都有这个两个小小的 Blinded 然后是 那 sine 然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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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though 不 species 罪根 刚《小小小小小 三月是天后娘娘的生日所以是举办比较丰重 九月是她的期日所以是举办比较简单 三月是举办的23号跟25号 鸡饼会分成两种 混跟素 混的就称为那个 就是那种 合着的 是很小学的 没错 那我每天都这样 我们的 写方 就是 写方 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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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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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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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